有了 已经明显的不行了 只有招架之空了 澳大利亚总统女保镖 来华销征踢馆 结果惨为张伟丽 五秒狂砸三十几拳 打得比雪横飞 险些身旁擂台 好 各位现在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是为您带来一场 非常精彩的中澳大战 没有错啊 中国大战澳大利亚 好 我们看首先登场的选手 我相信我们全国的老百姓 没有不认识她的 她就是中国女拳王张伟丽 那么她是中国女拳王 亚洲女拳王 现在还是世界女拳王 那从一个优人教师 从一个宋外卖的 打到世界冠军 那张伟丽可以说是 十年摸一剑 好 这场比赛 我们张伟丽的话 是擂台首擂者 然而今天 她要迎战的便是来自于 澳大利亚的总统保镖 阿尔玛朱尼可 我们看她很年轻 她才23岁 但是在21岁的时候 就被选为了 澳大利亚的总统 贴身女保镖 那不仅如此 她还是澳大利亚的 泰拳双冠王 两岁时便开始练习泰拳 据说最快的时候 0.3秒就可以打死一个人 这一次她也是不眼万里 主动来挑战张伟丽 并且在来中国之前 她也是立下了军令状 在媒体面前 当众大放厥词 这一次我去中国打比赛 只可能有两个结果 要么我打死张伟丽 要么张伟丽被我打死 她绝对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能够击败她 好 对方的澳大利亚总统女保镖 很猖獗也很自信 好 彼此开始来看一下 洪峰选手 我们的中国女拳王 张伟丽 人孙外号 马格南 马格南是一把手枪 那这个手枪呢 可以在100米之内 打穿防弹衣 那所以说老外 给张伟丽取这个外号 也是认可了 我们张伟丽的实力 好 蓝方选手 正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 总统女保镖 阿尔玛朱尼克 好 我们看对方的身高上 是有着很明显的一个优势 身高包括臂展一腿 这个优势都很明显 对方的这个大锤啊 他是没有张伟丽粗 你看我们张伟丽 长得并不是很高 但是他把这个 自己的硬件啊 四肢呢 练得都很粗壮 这也使得张伟丽的 爆发力很足 这场比赛在赛前啊 99%以上的老外啊 包括什么美国人啊 小日本子 都认为我们张伟丽 极有可能会输掉比赛 因为对方的这个 总统保镖啊 实力很强劲 而且他的体重 也要比张伟丽大很多 呃 所以说有99%的老外认为 张伟丽本场比赛 肯定会输 剩下的1%啊 认为张伟丽会被打死 那总而言之呢 可以说所有的老外 都不看好我们的张伟丽 那当然啊 我对张伟丽 那是100%的信任 我们还连续中击 呃 张伟丽出到快拳的时候呢 对方完全是招架不太住 但是打内围 张伟丽是有点吃亏 因为对方的话 练习的是泰拳啊 打精神缠斗 对方有很多进攻手段 尤其是对方的这个顶膝 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哦呦 小心 这个张伟丽的打力啃腿啊 还是有点过于凶狠了 能把自己给这个轮飞出去 呃 这是一场自由搏击的规则 我们看双方戴的拳套呢 是大拳套 而不是这个分值手套 啊 所以说这并不是张伟丽 现在打的这个综合格斗 如果打综合格斗的话 张伟丽可以说不出 一分钟啊 就可以从地面上 把对方给你秒杀 好 观众朋友们 比赛第一回合结束 非常的精彩 那么张伟丽在整体身形上啊 完全不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啊 也打出了一场 非常精彩的比赛 的确很困难 因为对方的这个身高必长啊 太长了 优势太大啊 张伟丽打起来 你看 这也是面露难色了 很难杀进去 因为只要一杀进去啊 会先吃到对方的这个迎击 那好在张伟丽的这个气势上啊 能把对方给吓住 看来对方的总统保镖 这个也不过如此啊 也没有想象中港那么强 好 随着美女的出场 来看一下双方 第二回合的精彩表现 观众朋友们啊 这第二回合 可比这个美女还要精彩啊 还要漂亮 好 我们看一下张伟丽这一回合的一个整体的表现 很多人说啊 说张伟丽长得不好看啊 胳膊也不长 这个腿也不长 肯定不厉害 肯定不能打到冠军 但当然张伟成为冠军之后啊 可以说狠狠的删了这帮人的脸 我国内有很多人啊 他不支持自己人啊 就喜欢支持老外 那不管我们中国人强还是不强啊 他就喜欢支持老外 观众朋友们啊 这种人呢 如果在战争年代 你要小心了啊 非汉不是汉奸啊 基本上就是走狗啊 没什么区别 对方的胳膊的确长啊 哦 但是我们看对方的鼻血被打出来了 张伟丽的拳还是够重 呃 双方带的这个拳套啊 他这个比较大啊 所以说呢 这个杀伤力呢 并不是很足 如果给张伟丽一个 呃 这种分指的小拳套啊 我相信张伟丽能打烂对方的脸 对方的脸 相对来说张伟离的假动作呢 还是比较多 哦呦旋风踢 别看我们的腿并不是很长 但招式上还是挥的很多 哦呦漂亮 哦这一拳赛的很准啊 对方踢腿的一个瞬间 打到了对方的脸上 呃实际上张伟离打过很多啊 像这种外国呃 比较壮的选手很正常了 因为这个尤其是欧美这一边 他们的身材呢的确都很壮啊 这帮老娘们啊 这个都像大水妞一样 没有办法 好我看张伟离连续的杂技 哇哦 这个就像机关枪一样 连续的左右开弓 哦哦打完上面打下面啊 剩下其手 双方在换拳上 对方完全不是张伟离的对手 可以说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啊 因为张伟离的这个拳啊 可以说这又快又猛 对方想防啊 这也只防不太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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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观众朋友们 比赛终于结束 那么张伟离可以说 在整个比赛当中啊 虽然说在身形和臂展上 是有劣势 但是打得还是很精彩啊 全程压着对方去打 我们看把对方打得是 劈头算法 逼血横飞啊 非常的精彩 这张伟离确实拼了啊 张比赛我们作为 那台守类者 打出了一场啊 这个非凡的比赛 赛前虽然说有很多人啊 99%的老外 并不看好我们 但今天张伟离是 不仅啊 为自己出了口气 同时也是证明了 自己的实力 这场比赛虽然说 并没有产生KO 但张伟离的表现呢 绝对是足够出色 那么打出了一场啊 一小不大的精彩 对于我们看 这个比方的皮血 始终是挂在这个嘴边啊 渴了的时候 就舔上两口 好 这样比赛 我们看一下 最终的一个判法 好 那么恭喜张伟离 战胜了澳大利亚 总统保镖 打得非常精彩 那同时也非常感谢 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 好了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咱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